日本发生严重的地震海啸 不论任何年纪的人看到触目惊心的画面都会感到震撼 做父母应该如何和孩子谈论这样的话题 我们来看万若全的报道 Civital College Park小学的幼稚人生正在学习如何准备应付自然灾难 老师李宜宽借着自然课跟小朋友讲解日本的地震海啸 这个是一个自然现象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下一步 就是这个自然现象可能造成的伤害会是什么 怎么样把它降到最低 那在这部分的话他们就很有兴趣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需要知道他们可以做什么 李宜宽说现在资讯发达 孩子很容易从各种管道基础 他尽量不让自己的孩子看到伤亡惨重的画面 但是家长应该跟孩子一起讨论化解恐惧 我觉得让小朋友知道一点很重要就是安全 让他们知道说这个世界虽然有很多的自然灾害 但是当他们能够信任身边的成人 当他们follow direction在学校信任他们的老师 他们会是安全的 在上个星期 Civital当局发布的龙卷风警报 所有学区的学校都要求学生待在教室 校长表示其实每个学校都有一套完整的灾害应变计划 而且每个月都会演习一遍 校方也表示如果在内发生 家长一定会相当着急 想赶快接孩子 这时候校方会建议不要急着打电话到学校 专家表示 对于像日本这样的灾难 家长除了跟孩子讨论外 也要鼓励孩子提问题 同时澄清不正确的讯息 同时也要让孩子了解 虽然年纪小 但也是可尽一己之力 帮助有所需的人 26代记者万若全采访报道 26代记者万若全采访报道